这次的视频呢,我们还是来开箱修一台寄修的机器 这个顾客呢,真的就是用普通的鞋盒 就这么装着寄过来 一般真的不建议去用鞋盒来寄那个笔记本 真的是不靠谱,鞋盒太软了 而且一开盖,哇,整个一股的那个臭鞋把子味着直接就扑面而来 真的是不知道这顾客是不是真的是打算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了 机器的故障呢,顾客描述是进水的机器 这个顾客呢,实际上是住在我们店附近的 之前他有个手机进水啊,在我这换过屏幕而已 疫情期间呢,估计他是在家办公嘛 所以这跑回老家去了 反正在哪都是在家办公嘛 这台机器挺贵的,i5第八代触摸屏的HP 因为是进水的机器嘛,所以就不能直接插电 看了,直接就开拆了 这螺丝都没有的 他的邮件里面呢,倒是描述了一下子 进水以后嘛,他直接是拿到他家附近的一个电脑店 去进行检修过了一下 但是呢,我是估计应该是价格没弹拢 他应该价格没弹拢 然后问人家要回来了,发过来我这 他没敢这么说,他的邮件都没敢这么说 他邮件里面呢,是说是发过来我这里 让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所以这鬼佬啊,他们这些文化 他们这些用词是真的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他们 而且这整个机器嘛,一颗螺丝都没上 他要回来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他有没有 看一下,看一下都不会 他寄过来之前呢,我也照例跟他提过了 电池就不要接上去了 反正都在那个人呢,人家都拆过了嘛 电池就别接上去了 硬盘呢,可以叫人家帮他拆出来 然后装到硬盘盒里面,他可以拿到另外一台机上继续用嘛 继续可以工作 就不知道这一次这个顾客有没有照做了 反正所有进水的机器发过来之前,我都会提一下的 千万不要接上电池,但基本上没人听 嗯,好了,花了点功夫,拆开了 哇 这一拆开一看就简直是几乎就只剩个主板了 电池是虽然是没接上去 但cpu风扇也没了 cpu散热器也没有,内存也没有了 这个内存上面呢,应该有个铁罩子罩着的 那个铁罩子也没了 然后这是进水的部位 这根本就没有处理 这个是带机芯片到下面的电池充电电路都有腐蚀的 现在呢,我是上了自己测试的cpu的散热器,风扇,还有一个我自己测试用的内存 呃,腐蚀的地方我已经清洁过了 然后呢,我现在准备是接上去插电,通电试一下 都不知道这个上家有没有把他的这个主机板给换了 大家呢,去修电脑的话 真的是尽量要找一家靠谱一点的 一定要靠谱一点,或者是谁介绍有朋友在那修过介绍的 如果最后实在是万不得已找的一家是陌生的店来修这个电脑的话呢 最后由于某些原因呢,不修了要拿回机器 一定要在他盒盖之前呢,确认一下看一眼,至少里面东西要齐全 我们现在通电了,电流跑上去,直接就掉电了 看那个电流呢,倒是,这不是短路,倒像是某个元件缺电 然后现在他那个充电的那个灯呢,也都灭了 还得拆出来再检查一下 检查到最后呢,是看见那电池旁边的有个元件 这里也是被腐蚀过的,然后他那个有个六角的这个芯片 就中间有只脚,稍断了 太小了,没看见 重新刷了一下呢,就看见完全就断了 那我们现在补根线给他 我们直接就可以用一根细的那些铜丝,直接是 焊上去给他就可以了 烧断的这个角呢,是一个5V的一个信号电 这个针脚要是烧断了的话呢,后面是有一堆的东西,估计是没有电的 这个元件呢,本身就是挺小的了 然后元件上面那个烧断剩下的那截也是非常细小的 所以拿着烙铁焊的时候呢,又真的是不能手抖 手一抖就整个一连吸着,把两边都连上就比较麻烦一些 好了,这已经是焊接好了 焊好以后的效果呢,是这个样子的 它就在电池的接口上面 那个铜线呢,高出了一节 不要紧,到剪断就可以了 我们再接上开关,通电,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个顾客呢,我也顺便是给他去了个电话 和他说了一下,他这机器啊,很多部件是丢失的,就不见了 内存,起码内存都不见了嘛 硬盘是在他呢,硬盘 他专门是确实跟那个上架是提了 电池别插进去,然后把硬盘拿出来 就是不知道他叫人家做了那么多,最后付了钱没有 好了,现在我们插上电,通电,看看 现在是电源灯是亮了 但电流没跑上去,又灭了 这个应该是隔离保护 这种故障呢,是比较常见的 只要呢,是不是有大短路的话 都是待机芯片呢,检测到一些电路的异常 并且我们之前也看到那个水腐蚀的地方 主要就是这个待机芯片 我检查了一下,是发现是 这个待机芯片的有两个电阻 主要呢,是检测电源口那端 和对比那个里边主供电电路那端 这两边的电压的这么一个对比的这个信号 两个电阻呢,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组织的 然后这个,就像我捏的这个呢 要捏的这个呢,是组织已经变得几乎是无穷大了 实际上呢,它们两个应该是同样的 都应该只是大概11欧这样子 现在呢,我们换一个好的上去 这个电阻呢,这是非常非常小了 手一抖就偏了 大概调整一下就行了,然后加热它 然后那锡两头锡化了呢,会把它拉正 那就没问题了 这种待机电路的这个布局呢 算是比较传统的了,非常非常常见的 市面上接近八成的那些电脑主机板的 那个待机电路的设计的这构架 都是这种构架 剩下那些更加激进一点的呢 就是那些Type-C的 USB Type-C的那种供电 那种供电呢,是因为有数据传输嘛 有兼顾数据传输的接口 那种呢,就更加麻烦一些 我们呢,只接个开关插电 这灯是亮了 开机看看 开机了 这个电流算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接上屏幕看一下 看看那屏幕会不会亮屏 我们再次插电 然后开机看看 这个机器呢 这个屏幕呢 跟主板,甚至比主板 那价格还要昂贵 万一这屏幕坏了的话呢 这是没办法修的 只能换 这很万幸 这屏幕还是好的 点亮了 让我外接一个键盘 进BIOS看看 它的配置对不对 人家真的是有没有换掉它的主板呢 那边的顾客呢 实际上也是在等我这个检测结果 万一这配置不对啊 那把它主板 人家把它主板换了的话呢 它也是正好一起算账 它那边手头上呢 就确认了只有一个硬盘 连电池都不在手上 好了,我们现在进到BIOS了 这个配置呢,应该是对的 i5的8250U 这个配置是对的 应该是它的那个 那SN号码呢 是跟它的底板的SN号码 是对的上的 这个没换它的主板不错 现在呢,我是在U盘里面呢 装那个Win10的系统 然后现在进系统看一下 它这个触摸屏的那个功能啊 好不好 搞这些触摸屏的这些机器呢 顾客修不修 一般都是取决于这个屏幕了 这屏幕比主板都贵 不能修不了的只能换 如果是屏幕啊 或者是触摸屏的功能 有些缺陷呢 或者坏的话呢 一般顾客都是选择是不修的 非常非常昂贵的这个屏幕 但从现在屏幕的外观来看呢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应该是好的 就看这个顾客能不能从上架那里啊 把这个CPU的散热器 风扇 内存 8个G的内存 内存罩 还有这个电池给要回来先了 不然这一堆东西加起来是近百英镑的约往前 就这么当 买个教训是肯定是不划算的 这次视频呢 可能有点水有点短了 因为是周三的时候呢 周三早上呢 刚好是排到我去打那个疫苗啊 我们电这个附近呢 这算是应该是校园区嘛 老人家不多 所以呢一下子呢就打完了 剩下的呢就是给那些高位的那些人群 和那些可能前线的那些工作人员 我肯定是不能算是那些前线工作人员了 估计呢说起来真的是不好意思 可能是前年还是去年还是前年 体检嘛 体检检查有点脂肪肝 然后是体型是偏胖 应该呢是不算是职业病的了 但修这个东西呢 时刻要保持心平气和 什么都不能急 必须要压着那个性子啊 心浮气躁呢是非常忌讳的 搞这个维修这一行啊 所以久而久之呢 那身体新陈代谢慢 缺乏运动 最后压健康是肯定是常态了 所以呢就享受高危人群待遇了 打那个疫苗呢排队倒是挺快的 15分钟就排到了 和我排队的那些前面后面那些 我好非常多人 全部都是我们这学校的 医科院的学生 医学院的学生嘛 他们那是可能是要参加 参加一些前线工作的 这个疫苗打了以后 当天晚上真的就是全身酸痛 就像是呢你很长时间没去做运动 然后突然间就跑个马拉松那种 甚至呢比这个还要痛苦全身酸痒 晚上睡觉是怎么躺着怎么不舒服 是到了呃星期五才缓过来 所以之前那两天呢就干脆就没去工作了 所以呢最后导致这周的那个素材啊 不是那么多 所以大家见谅见谅 呃那么这一次的呃视频呢 可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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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